畫面上好可愛喔 好像一台移動的小冰箱 無人車的技術有如接力賽 一般知名的車廠紛紛大競賽 不過智慧巴士倒是新鮮貨 沒錯 自動駕駛其實已經不稀奇了 現在這部車還可以提供個人化服務 依照乘客需求和路況 隨時來調整路線 目前已經在美國正式上路進行測試 Hi, I'm Oli And I would like to be your driver I'm a self-driving electric vehicle meant for multiple people and optimal flexibility 這一台用3D列印製作出來的智慧巴士Oli 除了標榜自動駕駛的安全之外 還可以輕鬆用對話方式跟乘客互動 Oli, I'm hungry. Where can I get some food? National Harbor has some great seafood. Would you like that? That sounds great Oli外型類似小型接駁車 最多可以容納12名乘客 由電力發動並透過雷達、攝影機和GPS 設定路線行駛 行径中可以看見360度的視角 並且由中央人為操控室全天候監控 最高可達到時速40公里 Oli根據乘客需求和路況隨時調整路線 標榜開車時的絕對安全 目前已經在華盛頓進行上路測試 智慧巴士的最終目標 不只是以人工智慧取代真人司機 未來還渴望變成行動健身房、咖啡車等等 為人們生活帶來更大的便利 歡迎新聞綜合報導